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19年11月22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渴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是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异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 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老我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经的话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第119篇 33到40节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律律 指教我 我必遵守到底 求你赐我悟性 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且要一心遵守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 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 求你使我的心 趋向你的法度 不趋向非裔之财 求你叫我 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你向敬畏你的人 所应许的话 求你向仆人坚定 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 远离我 因你的典章本为美 我羡慕你的训辞 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 主耶稣 求你光照我 我要转眼不看虚荣 不看虚假 主啊 我要回转归向你 来敬畏你的话 我羡慕在你的公义上生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珍惜其从最终的酒 主在释迦境将我所留 我珍快乐 主使我既有 荣耀归主明 真言 第二十九章 第七节 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 恶人没有聪明 就不得而知 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 恶人没有聪明 就不得而知 主耶稣 我要走在一人的道路上 领受属天的聪明 我必以神的公义 慈爱 查明穷人的案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明 荣耀归主明 救主保险将我最细极 荣耀归主明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五到十三节 耶稣又说 你们中间 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 说 朋友 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 我有一个朋友行路 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 因为 反祈求的 就得着 寻找的 就寻见 扣门的 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 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 求饼 反给他 石头呢 求鱼 反拿蛇 当鱼 给他呢 求鸡蛋 反给他 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 拿好东西 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 给求他的人吗 主耶稣 求你光照我 使我知道 我在祈求什么 我在寻找什么 我在向谁 扣门 主啊 求你赐给我 聪明智慧 使我能找着 生命的道路 我要不住地向你 扣门 直到你愿意 向我打开 进入永生之道的门 靠耶稣的名 Amen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使家在前头 使劫在背后 使家在前头 使劫在背后 使家在前头 使劫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救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